今晚疫情尚未達到高峰 但兒童染疫重症卻又增加 一名五歲男童有先天肌肉系統疾病 發病當下出現腿痛 在家中昏迷 經濟鬆衣治療 監察出肺炎及腦水腫情況 另一名九個月大男嬰 染疫後出現發燒咳嗽 活動力變差 甚至出現笑吼症狀 兩人都在加護病房治療 根據統計 國內出現九例兒童重症 有三例併發腦炎 其中兩例更病逝 指揮中心二十號召集兒科專家 討論處置指引 像是意識或行為改變 精神混亂 抽搐 肢體麻痺 非自主性眼球動作 例如鬥雞眼 眼球轉動 眼球往上看 都可能是兒童染疫 腦病變的表徵 所以腦幹被侵犯的一些臨床表現 眼球翻白眼 一直轉來轉去 鬥雞眼這種眼球的表現 都要很緊張 醫師謝忠學指出歐美沒有兒童 因為Omicron導致急性腦炎死亡的病例 目前已知只有香港兩位兒童 馬來西亞一位兒童 因為嚴重急性腦炎死亡 分析幼兒園才是最需要停課的族群 只是地方政府沒有勇氣直接公告 幼兒園停課 臺北市政策急轉彎下午宣布各公私立幼兒園 下週暫停實體課程五天 另外其他縣市下週都針對公私立幼兒園 宣布停課 臺南市 高雄市從23號停課 至29號 新竹市則是從23號停到27號 未滿五歲幼童染疫可能併發腦炎 又沒有疫苗可打 讓不少家長都很擔心 藉著王志文 陳嘉倫 台北採訪到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